唐宣宗時代 雖然有14年左右的太平 但也只是暴風雨的前夕啦 就代表唐朝的時間已經 開始進入最後倒數30年吧 唐朝之亂當時 竟然可以在廣州殺十幾萬的胡商啊 那就可以知道說唐朝末年天下大亂 事實上唐中央根本就是個空殼子 基本上宋朝就是四個字 叫做文人政治 比如說文人你有了公民之後 你就免稅免服勞役 基本上大概從宋代之後 中國的地主 鄉生跟官僚 這三則往往就是三位一體 歡迎收看本期的互來座談 不是互來亂講 是認真來座談 又輪到什麼時間 又輪到我們的歷史態了 誰呢 是我們的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 王立本老師 小老師 OK 主持人好 全世界各地的觀眾聽眾大家好 是 我想我們的節目上有一個神奇的工人 以前有一個節目叫做阿亮在找人 就是知名藝人普學亮 專門在找你私散的各地以前的親友 對 據說最近也幫學長找到了以前的好朋友 基於隱私學長就自己要不要講我自己決定 我就不透露了 很久沒有聯絡的老朋友了 其實也不只這一次啦 之前幫澳門台商會的會長 簡婷載先生做節目有一次訪問他 結果後來他在德國的朋友跟他聯繫上 他說哇 這個天載啊 好多年沒見啊 所以 很神奇啊 對 收看我們的節目 你會有意外的驚喜跟效果 今天當然來講歷史 最近我們都在花時間 挖掘中國的土地制度 其實也順便幫大家覆盤了一下 中國的一些政治史當中 跟土地相關的一個狀況 所以上一次我們講到婉唐 婉唐的誰呢 婉唐作為一個聖朝 叫做大宗之治唐宣宗 唐宣宗是唐代到婉唐時期 力圖在鎮衰起壁的最後一次的常識 那確實有小太宗之稱 看起來有一個復興的感覺 但是持續並不久 沒多久唐朝就滅亡了 滅亡主要是因為表面上是篡位 但實質上是天下真正的分崩離析 也就進入了五代時果 學長這當中是什麼故事 為什麼大宗之治 沒辦法把唐朝救起來 進而進入了五代時果 大宗之治嚴格講起來 是延續唐武宗的會昌的政績 簡單講 因為會昌時代做了一連串的改革 在李德育的努力之下 我們上次有講到會昌悔佛 他把一些土地跟人口把它收回來 希望能夠振作中央朝廷的力量 但是這個也不是做得相當成功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沒有辦法克服唐朝朝朝廷 這個時候沒有辦法克服整個國家的一個 分離的一個這樣的趨勢 因為各地的繁政的力量還是非常大 各地繁政力量非常大 然後對中央政府的威脅越來越大 政府沒有辦法去克服這些繁政 對土地跟人口的掌握 中央政府就只有逐漸走向枯萎 他的力量就越來越小 唐宣宗即位的時候 其實唐朝的狀況已經不好了 唐宣宗本身是一個能力 還有人品各方面都還不錯的一個皇帝 他也很想要想要有一些作為 但是就是我剛剛講一方面還沒有辦法克服這些結構性的弱點 二方面是唐朝當時就是這個長安的這個朝廷 還有一件是宦官的問題 當時整個皇帝的權力也完全被宦官集團所掌握 其實基本上從唐代宗之後 到這時候已經一百多年了 基本上唐朝的皇帝 中晚唐時期的皇帝都是沒有例外 都是有宦官所擁立的 其實唐宣宗是唐武宗的叔叔 叔叔輩 他當初你看他被 這是歷史上很少見的 叔叔繼承子子的皇位 他在快結位之前還被封為皇太淑 這個在歷史上好像他是唯一一個 對 叔叔竟然來繼承子子的位置 這個是太少見了 就表示當時整個朝廷已經沒有一個章法 沒有鋼場了 對 沒有鋼場 這等於是連五輪都巨師對不對 因為這個事情我提一個對照力 一樣講三國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說三國 三國那個時候 曹魏的第四代君主叫曹芳 曹芳的話是曹昭的孫子曹瑞的養子 當然也是曹昭的真孫子 他就是找族人裡面收養的 曹芳後來因為司馬懿鬥爭 高平臨之變把曹爽給鬥垮了 也就是曹魏最後一代的中清出任大將軍 把持曹政 基本上他就是要廢除曹政 後來司馬懿就死了 後來傳給司馬斯 司馬斯在位的時候 就搞了一個就要把曹芳給廢掉 因為當時曹芳想要推翻他 後來曹芳下去之後 上來的 這個是所謂的高貴相公曹茅 曹茅其實是租長孫之首 最大的孫子 一次當著曹芳再次最大的孫子 那本來不是要傳給曹芳 本來是要曹給曹操的另外一個兒子 當時有在討論 結果郭太后她說 怎麼可以這樣 這是亂的輪序 所以哪怕當時司馬家是前傾天下 把持曹政 可是因為這個輪序的關係 他還是得跳過 比較好操控的這些曹操的兒子 而是去選擇一個曹芮的指直輩的 來作為這個所謂的曹芮的繼承人 也就是要過繼 所以剛才希望講黃太書 這鋼腸權亂 那等於唐朝當中 是沒有任何力量 可以跟這些幻官無法無天的抗衡的 對沒錯 而且整個中央政府的制度 也都完全不上軌道了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 譬如說唐宣宗結位之後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把李德育貶串到廣東 那李德育的垮台也就代表一件事 整個唐朝或者說整個中國古典時期 氏族政治就到此結束了 可是這個唐宣宗時代 當權的幾個宰相 像令胡桃 白敏宗 這幾個宰相都是貪污腐敗 然後狀況很不好 就是他們這些人都是靠著 拍宦官的馬屁起來的 所以當時不只是整個朝廷被宦官掌握 整個世代夫集團的品質也每下愈況 可以這樣子講 所以唐宣宗時代 雖然有14年左右的太平 但也只是暴風雨的前夕 就代表唐朝的時間已經開始進入 最後倒數30年 倒數30年 差不多就要結束了 也代表整個天下要大分裂了 可以這樣講 所以學長 我們當然知道唐末有一個最重要的叛亂 就是皇朝之亂 當然自己有人跟我說 你怎麼可以老是用官方的一個視角 說他這個農民起義 皇朝起義 對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是比較做傳統歷史的方式 我會以當時的名詞 作為一個敘述的視角 因為皇朝之亂 就是當時的食人 後來用史書就寫下 就是皇朝之亂 那我們先不去討論 如果有一天我們做農民起義史的時候 我們再來叫他起義好了 我是這樣建議 你說起義你要有一個政治號召跟理想性 對不對 皇朝有什麼政治號召跟理想性 搞破壞 這搞破壞 到處殺人放火 這我很客觀的講 皇朝打到廣州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廣州所有12萬 所謂的胡商 就是主要是阿拉伯人 全部殺光 各位 這在自治通建跟新舊堂書都有記載 他的目標是什麼 他目標搶錢 因為胡商有錢 他就把廣州的胡商全部殺光 今天坦白講 譬如我舉例 太平天國還有一些理想性 對不對 他建立一個君父的神國 像皇朝這種真的是談不上什麼理想 也不如李志誠 李志誠還有銀闖王不納涼 對不對 還有這樣的一個政治號召 連董卓都不如 董卓還自在要搞個全數 俠天子以令諸侯 所以實在是沒有必要 其實皇朝之亂就是把唐朝中央政府的最後一點點 最後一點點尊嚴或一點點微信就到此結束了 中央政府是完全沒有力量去評定皇朝的亂史 最後是靠的是兩大軍法勢力把唐朝的叛軍給消滅了 誰呢 一個就是李克用 一個就是朱溫 朱泉宗 朱溫這個名字實在不好聽 朱溫 所以 溫度的溫 朱泉宗 對 朱泉宗 但這兩個人都不是漢人 都是沙坡人 沙坡人其實是突厥人跟回合人的混血 也有人講說他就是回合的一支 但是我們不做討論 簡單說就是整個中國的狀態 尤其是華北地區的狀態就陷入一片大亂 一片大亂 那整個五代十國50多年的時間 大概也就基本上就是在這種亂局之中度過的 相對而言南方的狀況比較好一點 南方有幾個比較穩定長久的國家 像南唐 像吳越 像前屬後屬 那北方戰亂時間比較久 不過後來北方 南方還是各大勢力之間逐漸的合併 南方逐漸交車營逸了 就狀況就慢慢就轉變 最後還是由北方進行了統一 宋太祖 趙邝映 其實趙邝映也是接手了 北周 後周 四中 柴隆 柴隆是很偉大的一個皇帝 柴隆奠定的很好的基礎 但柴隆一年早逝 給了趙邝映機會 趙邝映後來很順利的篡位 然後就建立了北宋王朝 又把中國的歷史帶到另外一個不同的階段 我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朱溫的話 他是皇朝的翔將 所以當時就翔將跟北方的沙陀鴨軍 兩個打天下 所以朱溫的話 應該是漢人啊 學長 剛剛學長講比較快 但是後面幾個皇朝通通都是沙陀人 建立沒有錯 因為我們知道五代 梁唐 晉 漢 州 石禁唐也是 對 梁唐 晉 漢 州 李柯用石禁唐都是沙陀人 對 唐 晉 漢 其實這三朝都是沙陀人 所以就兩大勢力接連登場 就一個是皇朝翔將集團 另外一個就是北方的 靠少數民主打天下 所以就知道唐朝末年這很慘 剛才學長說進到宋朝 這個趙匡英 事實上北邊就是不斷的彼此在攻伐消化 但是這邊我們就來關注一個 土地制度的問題 天下這麼分裂 朝廷是不是完全失去了土地的掌控權 在皇朝之亂之後 所以導致大宗之治你在怎麼厲害 後面你這個唐朝根本就是個空殼子 所以你必定要滅亡 我可不這麼說 我這樣說 整個帝國的分離勢力 分離的這種狀態沒有辦法遏制 就是從這個反正割據 逐漸這樣演變來 另外還有一件事我們要知道 就是我們上禮拜講到兩歲法 那兩歲法之後 基本上就是 就確立了一件事情 這很重要 一直到大概民國的時候 這個狀況都沒有改變 什麼狀況呢 就是中央政府的力量 或者說朝廷的力量 開始從地方基層撤退 簡單說了在過去在軍田制 租用吊制的時代 中央政府還要掌握田土跟人口 然後做一種調配跟分配的 這樣一個工作 那兩歲法基本上就完全放棄了 中央政府只認錢 從此之後只認錢 誰在土地上我就跟誰收錢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沒有土地的人就不用繳稅 你就可以自由了去從事工商業 製造業或做其他的事情 這代表了一件事 從此之後中國的朝廷的力量 只到達縣這一級 那地方的鄉鎮 鄉鎮村這些 由誰來掌控 其實這些才是真正管理農民 日常活動的真正的行政單位 由誰來掌控 就是由地方的地主階層 由地方的Gentlemen 鄉鎮 地主 宗族 宗族力量 祖宗的宗 宗族力量 來進行中國基層社會的這種管理 包括政府收稅也要靠他們 這樣的結果就代表中央政府的力量 從地方基層撤退 而且從此之後 中國的地方基層的行政 大概就是由這一些鄉鎮地主們所掌握 這個我們要注意一件事 這個時候中國 因為整個社會 因為氏族政治已經沒落 那鄉鎮地主這個階層 它不是世襲的 它跟氏族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不是世襲 所以大概從宋代之後 就是所謂覆不過三代 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整個社會還是流動的 整個社會還是上架流動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些人如果沒有公民 就所謂的這個通過科舉考試 很快的他的財產就會被分散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的力量沒有辦法試習 那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那他們在地方上最大的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優勢 就是在於他們掌握了很多的土地 然後養了很多的電農 所以傳統中國社會的一個很基本的一個結構 租電關係 所謂的租電關係 也在唐後半段到五代這段時間 逐漸的形成 成為中國基層社會的一個主流 所以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種民間的活力被釋放出來的一個狀況 剛才其實學妹學長提到一個很重要的 皇朝之亂當時竟然可以在廣州殺十幾萬的胡商 那就可以知道說唐朝末年天下大亂 其實大家理解 為什麼特別放了這個 五代十國初期這張圖 這個圖是完全反映的唐朝末期的時候 各地割據的關係 事實上這些所謂的十國南方這幾個國家 都是早就已經割據在那邊 只是有沒有宣布 已經好幾代了 有沒有宣布建國而已 他們彼此今天大家還有互相併吞的過程 可是在這個狀況之下 當然中央是窮的一批 所以最後被後梁篡位 事實上唐中央根本就是個空殼子 那也沒有錢 沒有什麼意義了 對完全就是靠豬瘟這樣子 這個後梁建立之前 這個國家也不太像國家 整天在到處打家結社 軍領也是用搶的 勉強供養你這一些五五百官 所以他殺五五百官 除了要擴權之外 控制這個超級賺 也是要減少開支 也有一點這個味道 省錢 對殺掉就不用錢了 另外剛才講到 民間其實是很胡言 我們上一期也有提到 日本的潛唐使在中唐的時候 其實是最鼎盛的時候 即便到晚唐快滅亡的時候 杜牧李商業的世界 他們還在派 還派過一次 對還在派 就是說唐朝如此的摔腿 為什麼 但是民間的活力反而是不弱的 而且尤其南方戰亂比較少 南方的這一些節度史 大部分還是朝廷派的 那稍微還是個文明人 跟北邊的長崎 河北山正這種 叛復無常 完全是軍人出身 甚至是少數民族 這種殺戮 保禁安民 南方的這些節度史 跟後來成立的國家 也曉得保禁安民 其實這個有一點有沒有 後來清代的時候東南互保 差不多 南方比較安土中籤 但事實上就跟土地 對於人的影響有關係 當然剛才學長提到宋代 但宋代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我們剛才提到宋太祖 宋朝的建立之後 到了台原之盟 就是宋真宗簽訂之後 宋朝迎來了百多年的和平 在這個時期 學長你剛才有提到一個關鍵字 就是靠科舉公民 這個百多年的和平 是不是讓宋朝建立起一個不一樣的社會文化 來搭配我們剛才所講的土地制度的部分 基本上宋朝就是四個字 就是文人政治 什麼是文人政治 簡單說就是透過科舉考試 從中國最基層的社會農民裡面 很多是農民子弟 農民子弟裡面來選拔 來選拔優秀的人才 所以在從宋朝之後 有太多太多貧苦農家的孩子 靠著自己的苦讀 最後考上公民 然後一舉成名天下之 書中自有黃金屋 都是在這個時候流傳 宋太祖趙匡印就是有意製造 所謂的文人政治 而且給文人非常多的一些特權 比如說文人你有了公民之後 你就免稅免服勞役免稅 然後你有了這些優勢之後 你就可以在地方上進行土地的兼併 因為你的負擔欽嘛 你就可以進行土地的兼併 所以基本上大概從宋代之後 中國的地主相生跟官僚這三者 往往就是三位一體 很多在朝為官 回到家鄉之後 他就是一個地主相生 但是請注意 這種地主相生這個時候也是 我剛講過 因為中央政府的力量 從地方基層撤退了 那地主相生就變成維繫 中國地方基層社會秩序的 很重要的一群人 他們要心意田 辦學堂 辦私塾 他們要把儒家的意識形態 儒家的文化 經由這樣的一個管道 逐漸把它擴散出去 這個范仲淹 范仲淹當時心意田 我不知道現在的高中 還有沒有這一刻意田祭 就在講 你要怎麼樣在地方上 維持一個基本的一個秩序的一個運作 就是說你這個宗族或是相距離黨之間 如果有貧股的人 那應該要怎麼樣去撫恤他們 讓他們生活可以過得下去 所以這邊也反映出一件事 其實所謂的地主經濟並沒有 傳統以來我們所說的 那樣子的一個罪大惡極 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這些鄉村或是這些在野的 這一些官員 他們如果逼人太甚 那結果就會把這些電龍給趕走 他沒有辦法在土地上生活 趕走的話 那他土地上沒有人耕種 那就沒有意義了 就沒有意義 而且你想想看 這種租電關係 能夠在中國歷史上 至少持續了一千兩三百年 能夠持續這麼久 一定是有他一個內在的一個合理性 才會讓這一套制度持續的升降 但是無論如何 中國社會的一個基層的一個狀況 就在這一套的結構上 上面就一直維持到了 大概清朝末年民國時期 到了這樣的一個時間節點 是其實這一位就是剛才 還想提到的范仲淹 范仲淹當然有一句名句 千古名句 先天下之幽而幽 後天下之樂而樂 事實上范仲淹除了是非常能寫 文的人之外 另外他在政治上 他也做過很多的嘗試 還有包括在社會上影響很大 所以這個人真的蠻屌的 他可以在政治上搞了一個慶立新政 當時主要是要革新朝廷 他另外就是用兵西北 對西夏 我們可以看到西夏當時在 北宋這個地方 其實給北宋也很大的壓力 尤其是叛復無常 很難搞 比起北邊的遼 甚至後來的金 西夏都是一個很難搞的角色 另外就是說我們剛才學長提到 范仲淹對這個土地制度改變很大 一個就是 他是把中國的宗族重新遞建 這個遞建不僅是 可能不是只有他的力量 但是他是第一個大規模宣傳的 他回到鄉... 下一個典範 是我們研究那個時代一個很重要的典型 可以這樣講 是 就剛才講到買藝田 重新組織宗族 為什麼 因為在唐末的時候 皇朝大殺四方 他除了很愛殺這些服務商之外 我們剛才提到 他事實上也殺了很多的世家大族 世家大族被他殺到到處跑 幾乎是毀滅了 不是不見得說人死光了 但是跑到改信埋名的很多 把社會基礎毀掉了 把這種世家大族的社會基礎毀掉了 因為皇朝本身是一個落地殊生 所以他很特別仇視這些 三十老明金五十少盡事 你憑什麼 你們這些世家大族 三十歲就在那邊任官 這個他就是一個悲憤的立場 所以當時就有一句詩句 舊食王謝唐前宴 飛入尋常百姓家 就這樣 因為王謝是世家大族 反正這個再也不存在了 永不存了 完全就是在 其實唐代的結束 不僅是土地制度的改換 同一時間是整個階級制度的一個變化 就是原本就有階級被摧毀 然後才有辦法進入到范宗淹這個時代 范宗淹這個才重新建立了祠堂 重新建立 但是是以個人公民 才能繼續維繫家族的衍生 我可不可以這麼說 學長 對 可以這樣講了 所以在晚近以來 大概20世紀之後 有許多日本跟西方的學者 也認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其實是宋代 因為所有中國近代一直到 我剛講到在清末民國時期 整個基本的一個社會架構 大概就在這時候出現了 就是鄉生地主官員 這樣的一個身份在中國繼承社會 維持中國社會的這樣的一個運作 大概就基本就出現了 但我們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說北宋他建立之後 其實他很長一段時間 他的國家制度 尤其在稅制上面並不穩定 雖說是繼承了所謂的兩稅法 雖然是說繼承所謂的兩稅法 但是實際上 因為他是有很多小國家 被北宋所併吞 所以當時各地都有許多的科捐雜稅 因為家的攤派在老百姓身上 為了要打仗 那這些科捐雜稅在北宋建立之後 也並沒有完全的取消 原因是因為當時北宋的財政負擔 非常的沉重 主要有兩個負擔 第一個負擔就是國防的負擔 因為我們知道北宋建都在開封 開封無險可守 那北方燕雲16州丟掉之後 那這個強大的契丹 就是這個潦潮的軍隊 是很容易從北方一路長驅直路 後來北宋是很僥倖的 我們剛剛講到談冤之猛 但是從此之後就要在黃河南北 佈置大量的兵力 我告訴各位 這兵力擴張的非常誇張 在宋太宗北伐失敗之後 大概當時在開封黃河南北岸 大概總共的禁軍 就是保護首都開封的禁軍 大概是50幾萬 可是過了大概50年左右而已 到了宋仁宗的時候 已經到140多萬 到了宋仁宗的時候 又過了大概3040年 到了大概40年左右 到了宋仁宗的時候 各位已經到多少 200多萬 各位這個在古代來講 是雷霆萬鈞的數值 而且是純粹由政府來養 200多萬 到了宋徽宗 光是宋徽宗時代 光是一個開封城 城內就有80萬禁軍 所謂80萬禁軍教頭 報紙頭 報紙頭臨衝 有沒有 在水谷再來提到這個 這個是非常可觀 另外還有防範西夏 要備制所謂的西軍 就是西方的西 西方的西 這些的負擔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北宋又強調文人政治 他給官員的待遇非常的好 那他的科舉考試錄取的名額也很多 所以京官就是在京城裡面 在開封京城做官的 京官的數量也大肆膨脹 大概到了仁宗神宗時代 就是中葉 北宋中葉的時候 光是在開封朝廷任職的京官 就有40幾萬 各位40幾萬 各位你算一看 光是養兵養官 就養幾百萬這樣300萬 這個對北宋的財政來講 是一個極大的一個負擔 你可以想像北宋老百姓 其實過得並不是那麼好 不過從另外一點來看 北宋因為工商業也比較發達 然後手工業也興起 所以朝廷他有很多 不同的稅收來源 才讓這個局面可以撐得下來 但是到了大概從仁宗時代 因為我們知道仁宗在位 我記得是48年 46年 46年非常久 仁宗是一個好皇帝 其實北宋的皇帝 都是非常溫和的 北宋帝有三大家訓 趙匡營有三大家訓 一不殺大臣及顏士官 就是大臣再怎麼講話 再怎麼講話 基本上不殺他 第二就是善待柴家子孫 這點不簡單 各位知道柴家子孫 最後是怎麼滅亡的嗎 是跟著趙家子孫 在崖山戰役當中一起犧牲了 所以善待柴家子孫 哇所以等於是兩宋三百多年 三百多年 相死相蹤 這相死相蹤 柴家子孫就是趙匡營當時串奪的 後舟的 財榮的子孫 第三點就是永不佳農民的田復 所以兩宋三百多年 也是中國在歷史上唯一一個 就是宋代兩宋 唯一一個沒有全國性農民造反的 這樣一個朝代 只有區域性的 到末期有區域性的 所以可以說也是宋朝的一個德政 可以這樣講 但是他的財政狀況到了人中之後 狀況就很不好 因為我們剛剛講負擔太大 另外還有他每一年 還要給僚給西夏所謂的稅幣 簡單講用錢買和平 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你就必須要改革了 如果不改革的話 這個狀態就不行 最早提出改革建議的意見的 就是我們剛看到的范仲淹 歷史上稱作叫慶立變法 慶立變法就是主要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整理天下的田地跟財富 跟這個田富 第二個就是適度的裁檢金官 就是不要再養 朝廷不要再這麼臃腫膨脹 要適度裁 第三就是重新訓練 重新編練訓練軍隊 其實就是裁軍 簡單講 就是裁官裁軍 整理田富 整理稅收 可是這個范仲淹提出這個判法之後 尤其裁官這件事情 就得罪很多既得利益者 所以朝廷當時一時輿論大滑 范仲淹是個極度聰明的人 是個非常聰明的人 文武全才 他發現到改革有很大困難 他馬上就退縮了 他就沒有再堅持下去 另外范仲淹後來很長段時間 人都在西北主持軍務 打西夏 所以他也就 對沒錯 所以范仲淹就全身而退了 他就沒有堅持下去 後來仁宗之後是印宗 印宗在位只有四年 再到達了宋神宗 其實宋神宗是很難得的一個皇帝 他集會的時候年紀還輕 但他已經知道 這個國家如果不改革的話是不行的 北宋的財政會崩潰的 當時他就利用 他就任用了一個 非常有改革決心 而且有無與倫比的道德聲望的 王安石 就是這一位 沒錯 王金宮安石先生 其實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本人的畫像 這個據說很接近 對很接近 本人的畫像 王安石 王安石是就希望能夠用王安石 來主持一場大的變革 王安石變法 其實他的內容也 大概分四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他要整理天下的填付 填付跟稅收 這所有的改革就是要做這件事 第二個就是他改良科舉考試 他希望用學校 所謂太學三舍法 他希望用學校來取代 來取代科舉考試 第三個就是他重新 所謂的這個重新編列國防軍 所謂的保馬法等等 在中國北方 保家法保馬法 在中國北方重新編列國防軍 就是恢復兵役制度 我希望大家不只聽 如果觀眾朋友 大家腦袋可以跟我一起轉 你想想看他這些要做到 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如果各位有一路這樣看下來的話 你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第四個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改革所謂的勞役制度 改差役為故意 各位其中最重要的 他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我剛剛講 改革稅制跟土地制度 其中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方田均稅法 方田均稅法要做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他要重新丈量 全國的田地跟土地 把所有隱匿的田地 再把它找回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 他講不是要改差役為故意嗎 就要從全國的人口普查開始做起 各位你想想看 你把全國的土地做了一番丈量 然後把它分成等級 重新標定它 每年要繳多少稅給國家 然後把很多隱匿的人口再找出來 那傷害了誰 傷害了地主階級的利益 對地主階層 那這個地主階層本身又是士大夫 因為剛才有講到范仲淹的時候 重建了士大夫這種家族 那雖然他是流動的 他也必須靠你世代的去累積 可是整體來講 他是一個流動的 但是依然是個階級 是這個人 對當然是 那你這個朝中就有很多人反對你 照學長這樣說下來的話 因為你搞了半天 你是要改 這問題是 他們總有人在朝中當官 尤其科舉之後 家家族族總能找到一兩個人在當官的 再加上官額的配置這麼的高 給大家一個數字好了 也分享給學長 今年我們所謂曾經偉大的大英帝國 英國他的公務人員 大概是四十幾萬 大家可以理解 非常可怕 英國有六千多萬人口 距離北宋大概一一二 那你就膨脹一倍吧 八十幾萬人好不好 你就可以理解現代社會的生產力 養這麼多的公務員 英國就受不了了 更何況當時養了一兩百萬的官員 嚇死人啊 那這個王恩石很快 他的變法很快就觸怒了 當時的這種官員跟鄉生階層 很快就觸怒 當時你看當時反對他的都是士台福 都是士台福 像這個司馬光等等 司馬光他寫了一篇文章 以前我們中學就讀過 叫遜檢四康對不對 我以為是司馬光喝水就有 多喝水沒事 他告訴他的兒子 他告訴他兒子司馬康嘛 要做一個生活樸實的人 但是其實司馬光家裡是環境非常好的 他是洛陽的大地主 他家的土地非常的多 其實當時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官員都是這樣子 都是這樣 因為宋朝給官員許多的優惠 所以王安石這樣做 等於是挑戰當時 整個宋朝的政治跟經濟結構 OK 那是個大問題 這是大問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的改革很難推動 另外他還推動輕苗法 輕苗法就是農村信用貸款 簡單講就是讓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讓電農 不要一直去跟地主借錢 擺脫地主在對地方的控制 第二就是培養電農有購買土地的能力 就是希望把電農逐漸變成小製跟農 簡單講就是這樣 他希望能夠往這個方向去努力 但這些都觸動到我們剛剛講 整個北宋社會經濟的一個最基本的結構 其實他的改革是很有理想性的 他簡單說 我們用一句話簡單講 就是他希望能夠把從晚唐以來 中晚唐以來 從地方基層撤退的朝廷力量 重新再深入到地方去 各位你想想看中國的幅源很大 你丈量土地統計人口 你一定要有一個非常精密的官府 跟一群能幹的公務人員 你才能做到 簡單說你的統計技術能不能跟著上 這邊就要講到一位旅美的一位 一位這個歷史學家 大家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黃仁宇先生 他形容從宋代之後的中國叫做 無法從數目字管理的國家 這個中文翻譯的我個人認為不是很好 應該是無法用數學方法管理的國家 數字化管理 現在很流行這個詞 數字化管理這件事情 對於比如說像是現代的軍隊 也是就近幾十年的事了 所以他太劃時代了 應該可以這麼說 所以這又是繼王莽之後的一個 未來穿越人 又是一次 這兩個姓王都很穿越 搞不好他沒有血緣關係 沒有開玩笑的 這個應該是沒有 王安石是非常具備 現代化管理觀念的一個人 他認為整個國家就是該在數目字上管理 比如說他認為科舉考試沒有辦法選拔真正的人才 所以他認為應該由中央到地方新辦學校 其實這已經有國民教育的這樣的一個概念在裡面了 其實這個時候都是很好的構想 但是當時的統治技術做不到 所以王安石的變法後來堅持了一段時間 還是沒有辦法搞下去 最後他只要暗然辭職 請注意王安石他有無以倫比的道德聲望 反對他的人像舒氏像司馬光 這些他的死對頭 這些人也都承認王安石是個君子 王安石是個非常廉潔 非常洁身自愛的一個君子 他的學問也沒有話說 但是這樣的一個人 而且得到皇帝的全面的支持 他都無法把他的變法給徹底推行下去 我們就可以知道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狀況是怎麼樣的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基礎的天線在那邊 王安石當時會被罷黜 是天有意象加兩宮太后病哭 是死命的 就是前殿後宮全部聯合起來 再加天使搞他 整個弄起來才把王安石給倒台 這個其實也要肯定宋神中的勇氣 沒有一個宋神中真的是挺他 但是兩宮太后一起哭 再加上前殿的一大多數的官員搞你 那這真的是沒有辦法 因為當時學長其實有講 就是官員很多 大家都喜歡上書 再加上不殺大臣及顏事官 所以士大夫是非常勇於講話的 再加上這個時代跟前一個時代 有一個根本不一樣 我們講歷史有時候又把一些社會面對的東西講這樣 這個時候刁板印刷很發達 大家不管講什麼都喜歡印小冊子 這個是大家講講了 我就寫一寫 我就是大量發印 這個概念跟在前面幾個朝代很大部分 所以宋代人家講說 他不僅是民間社會的發達 同一時間他的思想很發達 所以宋代的思想學 比如說理學也是非常發達 宋代的理學 我跟你講我講一件事就好了 比如說我們研究中國 我在這之前研究中國任何一個斷代 比如說你研究漢代 我研究唐代假設 我們都有可能把所有史料都看完 就是你可以把漢代所有史料 我也可以把唐代所有史料都看完 可是我告訴各位 沒有人能夠從宋代開始 就沒有人能夠把一個朝代的史料全部看完 為什麼就是剛剛主持人說的 有大量的小冊子 文集 詩集 一大堆 地方字學長 這更恐怖 跟海量一樣高啊 嚇死人 對 所以因為當時整個傳播 整個傳播的技術已經發達 印刷數出來了 整個傳 所以整個知識的量就非常的大 那我們看 其實瓦恩石的變法 也是象徵說中央政府想要把力量 重新升到地方的又一次努力的失敗 我這邊可以跟各位預告講 後來中國什麼時候 其實後來中國歷朝都有想把這件事做到 就是重新再把中央政府的統治力 深入到地方基層去 但是就是我剛剛講 統治技術的問題 還有地方基層上有很多的抵抗 讓這些力量 要一直要到什麼 要到1949年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才做到 才把地方力量 但是這個中間還有很多曲折 如果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說 其實這也間接有一個側面 直接反映出來 當時中國社會基層的宗族 跟租電的關係是非常穩固的 朝廷的力量都沒有辦法去動搖它 可以這樣說 事實上這樣的一個結構 到了南宋 雖然天下掉了一半 然後女真人也來了 可是女真人在漢地上面所實施的統治 它的結構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甚至女真皇帝進一步就徹底漢化了 完全就融進去了 到了漢地裡面 所以當時有一個蒙古人 後來征服了這個地方 那他的劃分也很奇妙 北邊的人叫漢人 包含女真人跟契丹人 都是漢人 對 南邊叫男人 為什麼又最晚征服的南宋人 我跟你說高麗人也是漢人 在當時 對 韓國人也變漢人 對 韓國人的標準 對韓國人說不對 這個 雖然叫漢人都是我的人 所以世界都是我的 對 所以孔子是我們的 這沒有問題 哈哈 沒有 現在稍微講一下 南宋的狀態有一點不一樣 這個我們要稍微講一下 其實我跟各位講 所謂的傳統的租電關係 在中國各地還是有程度上的差異 是這個很重要 這個在中國北方 基本上黃河 應該講淮河秦嶺這條線 可以作為一個分界了 其實就是剛好是南宋的 這個疆域的北端 這條線 那基本上在中國北方 因為是以漢座為主 就是他的作物以漢座為主 他的投入的生產成本 比較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大 所以中國北方還是 就是小農跟電農各半 是有大地主的沒錯 但是還是有一些小自耕農 因為他可以不用 那麼大的負擔 不用負債 不用把土地做抵押 所以他還是保留了一個 小自耕農的一個狀況 那南方就不用 南方是以稻座為主 稻座要精根細做 要大量的肥料人力的投入 那這個耕座成本就非常的高 所以使得南方大部分 基本上整個南方 可以說完全就是長江流域 到兩廣福建 甚至四川都是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完全是以 地主電農這樣的一個形態出現 南方是以電農為主 那我們要知道說南宋 我們過去其實前面也講過 南宋的手工業跟城市經濟更加發達 使得當時政府 對當時的政府對所謂的填富 就是農村的這個稅收的依賴性 比較沒有那麼大 比較沒有那麼大 當然還是主要稅收 但是比較沒有那麼大 南宋的時候這種我們剛講官僚士大夫的這種利益共生 官僚士大夫跟地主這種利益共生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到南宋就更加明顯 其中表現出來就是南宋有一個政治有個特徵叫做全城政治 南宋都是有幾個勢力非常大的宰相掌控的中央政府 有四大權相 這個要講很久 但簡單說 北宋有立下一個規矩 趙匡英叫不像男人 就是宰相的像 不像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不用南方人當宰相 因為當年南方是被征服的 就是吳越南唐這些國家被征服 不像男人 趙匡英這個集團 其實就是一個北方的武力 武人集團 一群軍人的這樣一個不像男人 第一個當上宰相的南方人是王清若 是宋真宗的 就趙匡英趙光義兩兄弟都死了 太祖太宗都死了 到了第三代 因為當時已經科舉考試了 他們才當宰相 可是南方因為條件好 這個生活比較富裕條件好 所以北方人考試考不過他們 所以很快的在開封朝裡面 南方人的比例就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其實一定程度上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 就是一場南北之爭的失敗 你看支持王安石變法 所謂的新舊黨征中的新黨 王安石是江西人 呂慧欣 張敦這些人是福建人 都是南方人 支持司馬光這些舊黨的 司馬光 陳怡 陳昊兄弟 這些舊黨的大部分都是北方人 什麼山西人 河南人 大部分都是這些人 其實這就是隱然的一場 中國的南北之爭 南方人始終覺得自己被打壓 我負擔大部分的稅收 然後我又比較會考試 可是我在朝廷面 還是被這些北方人給打壓了 所以後來靖康之禍 靖康之難 朝廷在南方重建 然後南方重建 為什麼秦快這麼反對北伐 我告訴各位有個很重要的原因 秦快就是南方地主士生的一個代表 他帶領了這一群南方的地主士生 秦快是南京人 江蘇南京人 他就認為說 我們為什麼要朝廷再回北方去 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 現在好不容易朝廷牽到南方來 而且完全依靠我們這些 地主官僚階層的人的支持 在臨安重建的這個朝廷 那我們就永遠在這個朝廷裡面 這個朝廷等於是我們擁立的朝廷 那永遠都是我們當家 所以他們最討厭的就是 韓世忠 岳飛這些天天叫囂 對不對 贏回兩宮 收復中原 禮回兩宮 所以最後才要演出 整個宋朝三百多年就殺了一個大臣 冤殺了一個大臣就是岳飛 還有這些北方下來的這些軍人 什麼韓世忠 什麼這些人張俊這些人通通閉嘴 你們只要不講話 也是讓你們享榮華富貴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情形 所以其實可以知道 從這個側面我們可以了解 整個南宋的政治結構是怎麼回事 其實這背後也跟土地 有很大密切的關係 當然 我們剛才也講南宋四大全項 歡迎大家可以把它寫在我們的留言區 你想想看南宋四大全項有哪四位 我這邊快速唸過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是誰 韓陀咒 史明遠 假世道 加上一個情況 有些名字你一定很陌生 有些名字其實過往歷史歌 節目上也有聊過 但是不管怎樣 其實剛才學長提到的 北宋是分權宰相 軍權是蘇密使 宰相只有行政權 財務也沒有 算是刪出去的就是三思 後來王安石為了變法的時候 他就搞了一個自治三思條例 是把財務收回來 可是到了南宋的時候 連軍權都回到宰相身上 南宋的宰相長期兼任蘇密使 其實南宋宰相權力很大 這個就有點像漢代後來的 對啊漢代後來的大司法大將軍 不是這個概念嗎 這就是基本 軍權大權留在一起 為什麼南宋宰相權力那麼大 因為這個朝廷就是這一群 地主士生官員所支持的 南方就是江浙地區 這群人所支持的 就是宋高中他也知道 整個靜康之難 所有北宋王師一網打盡 只有他因為姻緣際會 種種原因很幸運的逃出來了 所以他也知道他不依靠這一些 以勤快為主的這一些 江南的地主相生 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在南方建立他的朝廷 他連後代都沒有 真的是很慘 因為宋高中 當時新軍打到有一個說法 因為宋高中自己的孩子 後非也都是在開封一起被掳走了 後來他在南方他被嚇到宜金 今天講法就是不會舉起來了 所以他也就沒有孩子了 所以有個歷史的大諷刺 就是宋太祖的後代 後來被宋太宗打壓 都流放到南方去了 主力後代像德方的人這些 結果他的後代在南方休養生息 也沒有瘋王 就隨便他自己生長 他們也有一些人也考了科舉 任官什麼的 也有 結果後來因為宋高中沒孩子 北方所有的 其實北宋的皇帝除了太祖之外 都是太宗的後代 結果沒想到太宗的後代來到南方之後 生不出後代 只好把太祖的後代找回來收養了一個 最有名的就是宋孝宗 宋孝宗就是因為是養父 但他還那麼孝順 所以以孝作為忠號 這個也是很少見的 其實我跟你說 從此之後等於是北宋是 是太宗的子孫當皇帝 南宋就是太祖的子孫 又當了150年皇帝 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歷史重看 就是說明明之中自有定數 沒有眾生 對這要眾生這樣有眾生 簡單說就是南北宋 他始終就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後來中國很多朝代 都有類似的狀況 我們以後講到明清 其實也差不多是這樣 也差不多是這樣 就是沒有辦法把基層的力量 朝廷沒有辦法把他的力量 深入到社會基層 地方就只能由這些鄉生地主來管理 對就靠宗族力量 還有宗族力量 對沒錯 所以其實我們就延伸一個 剛剛學長也有提到 這種地主之間的關係 它其實沒有那麼緊繃 因為這些宗族彼此之間 還有親緣關係 有姻親關係 然後有宗族關係 他有可能宗族家裡面 某些人輪回電農 有一些人還在當富農 他們可能是唐淑子 甚至可能是唐自輩的 就是可能是同一個真祖父 他們就已經分化了 其實西方學者早就做過調查了 因為後來中國 其實我們剛剛講史料很多 就從南宋到明清時代 就是他們調查所有的禁士科 就是考上禁士的名單 因為他們很多身家資料都有留下來 就發現到一件事 當時中國的禁士有68% 從南宋以來的禁士 總共調查了幾千個人 68%是三代沒有公民的 他們家 就是真正的平民百姓 所以你也可以說 這時候中國社會 已經進入到一個 相當扁平化的一個社會狀態 高度流動 富不過三代 甚至一兩代就沒落 因為他子孫考不上公民 一兩代就沒落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 為什麼南宋 雖然宰相高度極權 但是整體來講 他的宰相雖專權 但是皇權絲毫不受影響 因為大家都不是累積公親 沒辦法積累自己的權力 這個跟我們之前講過的 漢代落差非常的大 因為大家可以了解 像是晉朝篡位的時候 司馬迦就是累積公親 他從漢代就在當公親了 所以他們的力量是非常龐大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對照 所以我們在看土地支柱跟 官員支柱跟政治關係 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互相補充性 過往我們在理解中國政治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從一個 比較高的政治的上面去理解 這也是我們這個系列 一直想要跟大家來講的 生產土地 對 然後還有包括我們剛才 連印刷書都提到了 這幾個東西它其實 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是很大的 今天這一期的 我們就從唐代談到宋代 宋代太豐富了 一談話就要打開 宋代你講東西太多了 跟學校就談不完了 我們這個系列也做了一點調整 也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說因為之前一個小時多 有時候大家覺得太長 所以我們最近會把這個時間 大概壓縮在一個小時以內 甚至在50分鐘左右 也希望大家就會比較精煉 如果喜歡我們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可以透過濾界跟PayPal 來給我們贊助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 讓歷史哥可以做得更好 今天宋代的故事非常精彩 一樣感謝我們王立本老師 謝謝學長 不客氣 我們今天就談到宋代的南宋 下一期我們就從南宋滅亡的時候 開始來談起 今天也有稍微提到一個關鍵 是牙山之戰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精彩的故事 讓我們下一期互來座談 不是胡來亂說 是認真來座談 我們再相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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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